一拥而散这群就不存在了 我这时候又给一个平时特别刚特别刚的人打了个电话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 他也在那群里面 平时特别反骨 什么都敢讲 牛逼急了 我打个电话 我说你知道他问我什么 结果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群里面说了个什么 我说你呀他们有病啊你 你那么哑巴了你不会说话了 结果他来了一句 我不想说你刚从派出所出来 手机肯定被监听之中 我说关你妈你这个孙逼 你那妈平时不挺能逼逼的吗 好还是顺着说 咱这个不是现在要有爱国主义教育法 这要颁布火速颁布出台 所以咱之啊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一些个关于爱国主义的事 我先喝口水 对就是借着这哥们的视频啊 我是帮他先算是推广一下 但是呢怎么回事呢 我希望大家听听他讲的故事 从讲故事这个细节的还原程度来说呢 他讲的很细 但是啊咱也不吹不黑的说 你看我这人 我相信到今天不会有人还认为我粉红了吧 他们不过猛扣反贼就不错了 所以我说话的至少的中立性 或者说中间偏那边一点 这个我相信这个立场 大家是有一个默认的一个认识的 但是我就是想说什么呢 就说他这不是爱国主义教育了吗 这不是言论管控更加严格了吗 首先他遭遇的这件事 他就是说在微信上评价了一下 当时是李克强抓那个地摊经济 然后和习近平因为我算了时间啊 那会应该是这个怎么说呢 连任还没还没上台的时候 我估计他就是因为评价了一下这件事 然后被警察怎么怎么样处理 对吧 首先呢 这件事我认为确实是不符合中国的宪法规定的 所以这件事你按我看这定性来说 我认为这件事呢 虽然没有什么暴力的东西在里边 警察没有说怎么给你虐待吧 有什么样 但是确实这件事的根上是这个性质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整个这个故事 如果我们细听它的细节 其实呢 我知道大多数人啊 就是本分人间 都是老百姓 没人愿意跟官斗 一看见警察呀 看见穿官衣的就紧张 所以这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一定把心态端稳了 你第一呢 别看见他这个穿着官衣 又怎么样 你就特别气愤 特别激动 也没必要 你也别 我这是官 他要逮我 我就特别恐惧 特别害怕 这种东西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 您既然都 你看您也是知法的人 对吧 你既然说这个话 你既然都知道他要找你了 你先把自己心态稳住了 这个呢 可能就是 我跟您分享我这的经验 就我也不是说 在乌克兰这没被警察说问询过 他所经历的说警察查手机什么的 我在这也一样都经历过 但是细节呢 反正至少我亲身感受的 跟他描述的 从这个恐怖氛围上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说恐怖氛围 咱再怎么说 逮你那个警察 不管是国安呀 还是公安呀 手里没坦克车吧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腰里别不别枪啊 我估计是不别 跟我们聊天的警察 你看我们这个建筑武装警察 那太太常见了 对吧 我们出门稍微走远点 十多公里就去郊区 那就要路过这个边防检查站 对吧 在这个城里的时候呢 那会儿战争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作为外国人 警察也会有盘问 包括我这不是博主吗 我拍照啊 照了好多东西 警察也会把我们就叫到警察 叫到警局里边 拿我们的手机去检查 因为这个确实 这是战争时期 然后呢 他们是有这个法律规定 人家也执法 首先呢 乌克兰的警察 没有对我们就骂骂咧咧 或者拿枪指的人 这个真的没有 当然我也没有跟人没事找茬去 是吧 所以客客气气的 好好说话 因为双方就越到这种紧张时期啊 那儿就躺个车 你这儿就躺个车 你俩就越得搂住了 要不然真的特别容易擦枪走火 所以如果警察啊 就像刚才他说这个案例啊 如果有警察把您叫到警察局去 不要争吵 那你要冷静分析 你看第一件事 是当地的管片公安局通知他 那这事就特别清楚了 首先啊 我这事是属于治安案件吗 因为你们都知道 你们最多 你要是打人了 那令说啊 你这些网络的事 他真的还不归这派出所管 派出所呢 就管点什么 溜门窍所呀 偷东西的 类似于这种事 这是直接归他辖区内管 那么出了这个辖区 他的全职在哪 我发现很多朋友 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当然我也在那好几年 就八年了 不在那生活了 我只能跟您说 我们出来之前 但是我把这个思路方向呢 给您领到这儿 您就按照这个思路 更新一下 现在他们的这个政策法规 就是你先明白 找你那个民警 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的权限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这打仗逮州间谍了 也是也大概就这么一套 对吧 你看很明确 从我来分析他说这事啊 最大来说 那个警察 就那个第一波通知他的骗警 的任务 就是把人找到 然后呢 在规定时间啊 或者比较短的时间带到指定地点 由另外一波 叫国安局的 来去负责这个问询调查 那就是说 你如果是涉及言论这事 压根就跟骗警没关系 这是最重要一点 也就是说 当他约你的时候 你就先不用紧张 对吧 您记着啊 他是约你 他要是但凡有逮你的这个权限 他绝对不跟你客气 那既然您打电话来 约我有没有时间 那咱就实话实说 我该忙就忙 您约 我这待会儿开会 下礼拜三我有空 您看行不行 不行 不行那怎么办呀 这事这么着急 要不然这样 您啊 申请一个加急的一个什么 问询令啊 逮捕令啊 您上门来 您注意啊 您上门来 咱也是客客气气的 咱不能说比谁横 您上门来 我犯什么事了 你逮我 你也不用说拿嘴跟我说 因为你嘴说 什么都没有用 你就真的得拿文件 你因为我设了什么什么案 我现在可能是嫌疑人了 你逮我是有一个行政的授权许可的 因为咱俩这不是是第一暴力事件案发现场 你给我摁到现场了 对吧 我这在家里边 开着会呢 上着班呢 干着什么什么事呢 您找我来 是不是让我来配合你们调查 还是你已经立案审判完了逮我 你把这事弄清楚了 甭管是哪个 有流程 有手续 好 您既然是叫我来配合你们调查了 弄明白咱俩这关系 客客气气的啊 我配合您工作 因为各位 咱们这么 就是 咱们这么讲 您犯那点事啊 能跟 你能打交道的那些个办案的那些个小警察们 他那日子不见得比你好过多少 虽然说你觉得他们多少性格照啊 这个他们到底性不性照 自个心里都清楚 就他们也是一个基层的小破民警 能理解这心情吗 就是当你遇到这个事的时候 你怎么能稳住心态啊 尽量换位思考 你琢磨 你是一警察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对吧 我见上那帮人 就是 首先啊 咱不能比谁横 你也跟他们聊聊天 他不也跟你要聊天吗 沉住了气 大哥 加班了吧 这上月加班费结了吗 还在哪上学啊 哎呦 现在这个学区房 你们那解决的怎么样 聊天吗 你聊两句 他那个内心都能崩溃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日子 不见得比你好过多少 所以谁也不要为难谁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 都是人 没错 我知道你们有人想说这个 你别又拿他当人了 确实啊 都是人 因为你看从这个国际的这个 叫什么 国际外交上啊 他们已经在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们在尽量的区分 中国人和中国领导阶层 或者中国人和中共人 他们在尽量进行这个概念的区分 对吧 那你说那没错 他就是中共人 得嘞 真不一定 我愿意再主张一件事啊 就是您也尽量区分一下 这个你真正仇视的 或者你不能说仇视 你有意见的 或者你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 就是你有不同的看法的 好吧 这个对立面是谁呢 不是整个一个庞大的9000万系统 你不是以9000万为敌的 你可能只是对某一个政策 某一个某一个具体的事有意见 那你们也不要把仇分 泛化到每一个这个片井身上 因为什么 就这种小范围的矛盾升级 对你和对他其实都不好 所以我之前的实际的这个经验 我出国之前跟他们打交道 因为他们也找我喝过茶 也也也做过笔录吧 不说喝茶 那时候他真没请我喝茶啊 请了吗 反正饮水机的水这是有的 这不重要啊 就是真跟他们打过交道 也就是这个 你别以为你面对权威的时候 你一定要 就是现在咱俩在干嘛 您是调查 就是开始做笔录了吗 做笔录咱就不费这话 对吧 您只要没开始给我做笔录 咱俩在沟通 那这时候咱就好好聊天 所以都弄清楚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咱谁也不给谁为难 对吧 你还我这叫半年进 大哥您琢磨 咱俩这耗一晚上 我是不睡觉了 你有加班费吗 你是能来这是立功是怎么着 所以你不是说 咱是要干嘛 那最起码咱们达成一个共识 我先告诉您 我们守法公民 我不是为了闹事 你不是已经到了国家安全这层面吗 咱就先明确一个事 你要问我这事谁煽动 谁捕获的 那我也得跟您实大实的说 包括我急贤这个 我就是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捕获和煽动 那上边他告诉我 我们有什么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 您琢磨 您那还没建党呢 您微信里建了一个群 对吧 那群什么概念 您这是就是结社 这就没有建党 那你们在这群里边干嘛了呢 你们言论自由 充分的体现了一下言论自由 注意言论自由呢 还特指的是 个体和公权力之间的言论自由关系 它不是个人和个人 如果我说你傻逼 你也傻逼 这个就是谩骂 这就是人身攻击 这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往大了说 这就是叫什么诽谤罪 或者侮辱罪 这是两码事 而言论自由就特指的是 你对公权力 有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言论的自由 以及出版的自由 这就是你受到宪法的蛊惑 我们也没蛊惑你干这事 能明白 我们只说您多看看宪法 所以我们先聊 达成一个共识 您看谁蛊惑的 就是这部法律 就这部法律 最近废除了吗 你要是没废除 那这事咱就已经 已经说完了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 您要是认我说的 我就好好给您讲 一五一十的按照法条 咱往上扣 另外您也得跟我得客客气气的 因为您看您这穿着官衣 上着班 有这么几个法律 虽然除了宪法以外 比如说行政许可法 您知道吗 您再等着 您对我的一切行为 您得符合法律 当然您要是主动说 去他大家的法律 那完事了 您是执法的 您都可以对这个法律 无所谓 那咱就不用聊法律了 您就 就不就 您要说这个宪法 这些个管理 这个公权力的法律 是没有用的 那咱就剩下什么了呢 就剩下王法了 那就乌皇万岁 对吧 皇权天赋 您说什么是什么 就完了 您也不用调查 你看您也受这累 对吧 您今儿要怎么办 弄进去 我也少受点累 您也少受点罪 咱就叫这么 我们也服 您明白吗 我们所谓的这个意见 无非就是说 你这宪法上跟我们说的 和我们实践中的可能有所出入 这个是他找你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你把这事讲清楚以后 至于这位先生讲的很多细节 从他讲故事的过程中 这个技术是非常好的 但是确实是我看到了 很多的恐惧 是来源于他内心的 也就是你看整个的 他的描述的这个 30分钟的这个过程中 他描述30分钟 他说去了两天 实际上呢 警察呢 他是也跟你玩的是什么 是一个心理威慑 对吧 一个心理战 那他真正在执行公权力 强制执行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这个故事中 没有体现出太多 所以你这事就愣告他 你唯一就是 你还真告不着这警察 对吧 这个警察查案 他好像按他的描述 没有违反他们的太多法律 对吧 因为那个 比如他应该向你去出示证据 出示他的这些个公文 你没有严格要求 他也没有 他就他不出示 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而这个东西是谁 起诉你的呢 也不是这警察 对吧 谁起诉的 你要找那个部门去 所以呢 各位呢 就一定这样 不管是 他对你做的哪一个行为 别跟他较劲 但是呢你一定要让他拿出法理依据来 比如说啊 乌克兰这 这来一个武装警察 你这个外国人把手机拿来 我看看 这其实我知道 他这个暂时有这个法律 没事 你遵循这个法律 但是我也有权利来验证一下 他是不是真正的警察 他是不是真正的在办案 客客气气的 这个流程符合法律流程 那确实您就得给他看 当然我们这个流程呢 你比如说 我在这吧 他没有管我要我手机密码 他是让我把手机解锁开 因为我这面容解锁的嘛 解锁开以后 他就拿着去操作去就完了 他操作呢 也是要看相册 看软件 看看聊天记录 但是呢 比如我们会担心 我这相册里会不会有点 什么小黄片啊 什么不好意思看的玩意儿 对吧 这个呢 你确实挺各样 但这事呢 也是相对来说属于法律 因为他看是为了这个调查取证 但是他确实没有 你也没有证据说 他重新发布了 所以你只能明确的说 好 你是警员编号是多少 是你在什么时候 把我手机拿去取证的 而且其实他检查了 你也有权利 让他给你一个回职 就是你今天是问询我了 然后你看了我手机 你认为我没问题 对吧 因为我这我也 我就是该上班上班 我得回去有一个交代 好 咱有这证据 那就说明白了 我这个照片上边的隐私 如果露出去了 你可能就是最大的嫌疑 你就点明白这件事就行了 但是我相信您也没那闲工夫 但是该点的事要点 你注意啊 他 他心里其实最怕什么呀 他个人 对吧 你把他所有的这个办案执法流程呢 当时一定要避免和他的任何冲突 收集好 因为您琢磨呀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内 他们会不会真的团结一致 万中一新 其实不会 裂痕多了去了 咱不说他 咱说普京那 您看这裂的都裂七岁了吧 您再看他那 那警察其实心里边呢 也会有多少有些怨念 对吧 所以你别 你就是真觉得他对你什么什么事发生了不公 能忍先忍一下 回头您看 在他们这个系统里边啊 一定有跟他过意不去的人 因为这是他的一党专制的一个特色特点 所以你没必要在当场当面的 跟他都弄清楚了 你唯一要弄清楚就是你是谁 而你是谁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说我较真 是按照中国的这个现行的行政许可法 以及他们各个的这个办案的这个管理条例 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他应该怎么 怎么去文明执法 怎么按规章制度执法 否则他不这么来 哎 你就能够 明白了吧 哎 你就你就知道怎么样来维护你的权利 但是如果人家警察呢 在法律的框架下 再对你进行的这个执法 这个千万不要做这个无理的取闹 这个对你没有好处 另外啊 就是多少他们警察这行为人 人家也要脸 人家 因为咱们这个中国呀 和俄罗斯是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 人家那个耍混蛋啊 是混不练 咱们这个呢 是属于立牌坊 你知道吧 就是他怎么着 他要要脸 所以你哪怕你面对面 我这现在对面 做这个什么国安局网监处啊 或者就是什么安全局的 您是不是也是人 你得吃饭上厕所 对吧 还有一个 就我 今天的就是所谓这个影响力 还是什么 我无非就是被BBC采访一次 不可能跟我 我对面坐 那是一个大老板 不可能 就是也是一个工作人员 所以您就是碰了一公安局的 国安局的人员 您也要明白 他今天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权限是什么 咱们 你哪怕是涉嫌了 叫删颠了 最后判这案子的 不是他 不是骗警 也是得由法院来判 哪怕走这么一行事 也是法院去判去 对吧 他今天找你 所谓喝茶 或者什么 无非是几件事 最大的一个概率 就是了解案情 找您调查了解来了 就我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吗 那你得告我犯了什么罪 在没有他判我之前 你没法 当然如果您是守法的话 您要不守法 警官编号多少多少 我可记住你了 你今天是不守法的 您要是守法呢 咱就按法律流程来 真的 然后你也不要去 就什么 你怕呀 他又找你什么什么麻烦 犯不上 你琢磨你是干那活的 你乐意没事 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去加班去吗 他找你多于麻烦 他是加班啊 这事就是完全看 当时的心理 我知道好多弟弟妹妹啊 你没见着警察 可能就应激反应 犯不着 我都要别人做一导弹 我不是该录视频 给你录视频吗 这只能自个儿慢慢练 这是慢慢练慢慢克服内心的恐惧 那么他能够找你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要了解清楚 那你就总之呢 知己知彼利后 好好沟通 好好说话 大概率他找你来 就您犯那点事 就是你们做的那些事吧 不至于要把你如何如何 否则那监狱爆炸了 他也CPR那么多人 另外呢 你们要咬定什么呢 就是你们要在网上发东西啊 特别是咱们说转载就是你真正发的 我觉得还是要三思而发 我不是说你们别说话啊 我是说你们该说说 你要知道你说的这句话 能够被所谓的坏人或者其他人 怎么去利用去去针对你去 咱们把除了断章取义以外啊 比如说如果我是这个当事人 我会很明确的承认 我说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一尊啊 指的叫习近平 李克强 李中堂啊 我说的就是李克强 你也不要叫一尊 我如果真是想说他 我就说 我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 这个政策如何如何 我要真这么说 那我就 我承认 因为我这么说 你搞不好违反哪条法律了 我有没有煽动 他你最大的啊 给你扣罪 我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首先我煽动了吗 没有 我在陈述事实和表达我的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认识 因为我有表述的权利 我有出版自由 我有言论自由 这法律宪法告诉我的 对吧 我并没有 那什么叫煽动 我们有 法律对煽动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定性 我有没有谁说打倒他 我也没有说灭掉他 我没有 对吧 现在特别是指的 我们这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我们再这么说 您是警察 您是安全局 你看 宪法里 这是国家发布的法律 对吧 这有这么一条啊 说我要对他不满意 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弹劾他 我今天就去公安局 我咨询一下 我想弹劾习近平 因为我对他的几几几个 这几个政令呢 我有不同的政见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 我作为公民 我有没有权利表达这件事 我说我跟你说实话 你要真是这么有理有绝的 这么跟人说话 第一 您有种 那哥们也得高看你一眼 那你就 你就问他 我就这个观点 您呢 用 您看我违法了吗 你违法了也行 你注意啊 你说我什么 那三天的罪过不是你警察 你说定案就定案的 对吧 而且你今天在我这 咱俩是聊天 那是办公的 你要是办公呢 你得按规矩来 对吧 好好 还是那句话 好好说话 千万你们不要争吵 不要升级成言语冲突 你们也注意 不要受他的任何言语恐吓 他会非常有这个技巧的 怎么说呢 就是 他知道 他通常来说 他比你所谓更懂法律 但是呢 您呢 你既然都想聊这事了 并且呢 就从警察通知你那天起 就是他给你打电话 你那会儿现查相关法律 多少都来得及 而且说白了 好多基础的法律 宪法 行政许可法 你们没事自个儿啊 上厕所的时候都看看 这样你心里有底 跟他距离力争的去 客客机机的说事 我觉得 很多事 其实是可以化解开 还有个你不管票吗 就是按另外一个逻辑了 你就住那儿 那警察他就在那上班 他大概率也就住那儿 今儿咱俩就认识了 所谓就挂一号了 挂一号 不见到都是坏事 您也知道我什么人了 好 这个就是我说的 别从 他要给你制服一次 你这辈子 你就窝着脖子 在他这个管制之下 你要是把这事说明白了 你俩呢 咱不枉说可以做朋友吧 至少呢 你们也就不打不相识了 对吧 所以这事呢 其实 我觉得啊 这我算是替他们说句 替这些个基层的警务工作者 执法人员们 说句公道话吧 就是你别一见着他 你都先应激起来 还有个他们呢 职业习惯 确实他们可能 可能啊 就是见的人多 也就是习惯性操作 他的心理暗示啊 什么等等吧 包括他穿着那身衣服 你穿实便衣 他天生的可能 就有一个这个心理地位的优势 但是你击破这些个 没有用的装甲以外 你发现他那边那个人啊 他不见得比你猛 因为他们这个办案 都喜欢把脸蒙起来 您像咱这个露着脸 露着真名真姓说话的 就不太一样 行 我看就是这也聊了不少 反正确实是一些个 我的切身感受 还是哪说的不对的呢 您也多欢迎您指证我 对吧 希望您那儿都好好过日子 也别真的就是什么煽动去 然后呢 要是说无 叫什么 没有证据的话 或者说无意义的情绪圈泻 我觉得大家呢 也是可以尽量的控制一些 这个情绪圈泻呢 其实你严格的讲 我说你傻逼 我好像也没违法 但是这样说呢 也确实没有什么 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吧 我一没躺个车 第二我也没理 那就没用了 你好歹这个枪杆子和这个道理 您至少站一边吧 对吧 得嘞 我是吉弦 咱们下回接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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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